狗仔偷拍长腿腹千斤填钩周姓哲亲歌名怨妈纠继富双放晒 歌手周姓哲爱上三力主播赵戴欣,她哥哥周宇天也不慌多让,和名怨前的月的女儿董若同 蒂菲尼热恋中二人常在意晒恩爱恋情业或长辈认可,二十日稳间前的月和澳门富商老公皮特 蒂菲尼和男友周宇天一起出门约会,到新生南路宽巷子吃火锅,参逼皮特先走 前的月陪女儿蒂菲尼和她男友继续优先散步,蒂菲尼穿短裤一双长腿十分吸睛 整晚江州雨天手揽牢牢,幸福田孝藏不住 四十九岁明怨前的月跟前夫三和奈火工业董事长董建三 二零一一年离婚,育幼二十一岁女儿蒂菲尼董若同 去年九月前得月闪嫁澳门富商皮特尔晨婚后前的月夫妻俩时常和蒂菲尼持高档餐厅 二十日苹果直击前的月一家从位于大安区刚装黄好要价一亿六千多万的豪宅出门大货上座车一路开往新生南路上麻辣锅店用餐率先下车的皮特尔晨贴心在门边搀扶 前的月下车随后跟着蒂菲尼与周玉天 周玉天相当乖巧,立刻上前帮忙开餐厅大门,让蒂菲尼和皮特尔先进门,随后蒂菲尼手拉住他,有电源带位进场,皮特尔又外出奖手机联络 有人,看来事业做很大,见蒂菲尼满脸甜笑与男友并肩而坐 用餐,空气飘出满满粉红泡泡,练琴被妈妈及继续认同,小俩口爱的高调。 用餐约每一个多小时,皮特尔晨先走出餐厅,独自走上坐车,前的月则与蒂菲尼及周玉天 漫步台北街头,似乎想消化一下,小俩口不必会在妈妈面前手勾手,频频晒恩爱看来恋情已被认同。 对于被拍到Double Date前的月表示,就吃个饭,年轻人交朋友很正常。 并透露她和周玉天的爸妈认识多年,是family friend。 她和女儿相处像姊妹般,对蒂菲尼交友很放心,她每个朋友我都认识,有朋友她也会带回家,并夸周玉天是很乖的小孩,周家三个小孩都很乖。 提菲尼刚从伦敦的大学毕业,11月将满22岁,对于未来计划前的月表示,女儿想读书或先工作都可以。 她曾表示不介意女儿闪婚,现在也是同样态度。 她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男生是个好男孩,但提菲尼很乖,应该不会做闪婚这种事,她个性跟我不一样。 她9月将和皮特庆祝至婚纪念日,谈到新婚生活,她简单表示一切都很好。 周玉天稍早透过经纪公司星空飞腾表示,都是认识的朋友,大家会约出去晚吃饭,也跟她爸妈有认识,结束学业后回台南得约吃饭,只是很好的朋友。 但被派到和提菲尼亲密勾手,她解释她把我当成闺妮了,至于有无发展可能,她笑说未来谁都说不准。